上环街道各式招牌伶俐 文武廟前的石狮子 以四周结笔临次的高楼 透露出香港中西融合的文化 灌地很有趣的是 做警察会拜他 还有就是连黑社会都拜他 很多人都觉得 是一个很现代的地方 很现代的城市 但是其实如果你看得比较细的话 你见到很多的不同的层次 就是给陈知道做了奉献 然后就给他知道 熟闻熟路的介绍周遭历史 陈志远的职业 是香港最新兴起的文化导游 专门在旅客探访最地道的岗位 一来是想要扭转观光客 以为香港只能购物的刻板印象 更多的原因是 2006年香港保卫天气码头运动之后 年轻人兴起了认识本土文化的潮流 什么是香港人吗 是如果你把旧的东西留下来 然后好好保存存存的话 它就是我们香港在这个国际的领域里面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港人开始省思 经济的发展是否带来环境与生活的破坏 香港年轻人的价值观开始翻转 这十几年来香港很多新的一些的价值出现了 跟过去人不一样 那香港年轻人等于他们自己成为这个冲撞的先锋 所以从80后开始成为冲撞的先锋 我们才去提倡农村的价值 社区的价值这些 皮肤晒得有黑的周时中 在参与保卫皇后及天心码头后 开始省思 港人追求高速经济 却迷失了对土地的认同感 因此他决定缓一缓 在大茂山创立了生活馆 当起了农夫 亲身实践人与土地的关系 把那个泥土养好之后 那个泥土就会给一些我们叫副产品 那个副产品就是菜 他们就会觉得 他们其实不是真的在买菜而已 他们是在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保持这个系统的稳定 比如说这个季节就是 那些什么青黄瓜 周时中说 务农其实一点也不浪漫 却是一种学习过程 希望大家在分工的模式中 找到彼此的依存 进而诱发民众翻转思考模式 尽量去减少 比如说要买进口的东西 不是很消费主义的关系 一个农场其实可以在什么层面 有多少个角度去影响 我们自己 或者是跟我们买菜的客人 年轻人企图在农业上 找到人与土地的关系 音乐上也在回归后产生了质变 主流音乐快速衰落 给了独立乐团发展的空间 本土元素更成为他们创作的核心 鸡蛋真肉饼 这个由四个二十几岁女生 俯成的乐团 以鲜明的数字民谣曲风 广受乐迷喜爱 长期关注社会议题的歌词 更是一大特色 有时候我们真的想 很普通的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歌词 但是你无赖的就是 每天打开那个新闻报纸 都是一些很荒谬的新闻 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是有一个 责任去记录这个时代 这首榴莲妈妈巴 毫不避讳唱曲雨伞运动现状 充满了反风与心思 和double no no 一幕张胆地探讨双背身子问题 歌曲敏感跟政治对立相搏 主唱soft毫无畏惧地表示 他们不想这段历史被遗忘 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就是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音乐 就是把那个关于香港的状况 带给更远的观众去知道 这样的想法也跟艺人黄耀明不谋而合 1980年代他就已经出道 曾站上主流音乐的浪街 但也勇于开创非主流的自由乐风 近年来更推动文艺复兴运动 要替香港新生的音乐人找出方向 从你自己的故事开始写 然后对这个城市有兴趣的人 就会去找你了 去听你了 我觉得当然我觉得 你要加倍地玩的音乐 除了你写的内容 是关于这个城市 你的音乐要玩得特别好 音符中努力传达香港当代故事 本土文化看似逐渐兴起 但现实的环境其实也很艰苦 因为光是恋团地方就是一大考验 多数的独立乐团付不起高额租金 那都得藏身在关塘区的工业大厦 不仔细辨识绝对认不出这是乐团门口 而且5月初Life House提等agenda也被警方强制终止表演 独立音乐似乎成为地产霸权 以及政治管制一生中最好聚集的目标 或许正如文化评论者马家辉所说 文化不管是本土或是音乐甚至文学 因为主流大多北上发展 本土文化逐渐百花齐放 尽管前方路有所崎岖 但创作永远能够找到香港文化上崭新的面貌 代价可能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高了 可是你还是有一些空间可以去做 人去做 还是要去争取一步一步 还要一次又一次 最重要的是不断有人出来呐喊 一个受苦的人没有绝望的权利 和平凡人的面貌 而是不断人的权利 还没有绝望的权利 因为整个小时的点 我们下一个小时的点 就是我们下一个小时的点